六国乡的当典欧阳帝的当典是世界古名 连日本人就特别来这拜书学家而做的技术 来自日本爱地区的普山山西 因为特别爱在台湾的欧阳帝 从八年前就开始 每一年都来到六国乡 用帝国交代在顶中的队伦 临现実来核实做的技术 他就了亲自了解台湾的生产规定 也替台湾地在日本是做了最好的参团 台湾来到六国乡 向藏金得过交代地区的地区 还是这一地技术的普山山西 是来自日本的台湾加塞 因为自核心时代有机会来到台湾达车 就像都在台湾的欧阳帝 因此希望能来庆祝核心 了解这一地的行三规定 乌龙茶是一个很深的学问 因为它的化学的变化非常非常复杂 所以每一个茶厂 每一个人做的完全不一样 先要了解是你们的台湾茶的过程 再来就是说 可以了解品质方面问题 那自己做的话 大概就知道说 哪一个过程的一个重点 那我自己看得懂喝得懂的话 以后卖茶叶也是比较有 我可以解释很多 普山西西由八年已经开始 就当年都由日本来到六国乡 为最基本的问题开始核心 一直到这一地完成 虽然过程是非常辛苦 不过它核心台湾 以及无奉气的精神 是让这一地区的地区都相当困定 那时候我刚遇见普山的时候 它是背个背包进来我们的旧的家 然后它在拜访说 要怎么去学习烘焙茶叶 虽然它整整一年都没有回去 然后我每一次烘焙茶叶 它都跟在我身边 然后学习怎么去烘焙这个茶叶 认识的茶叶 看它发酵度怎么样 它烘焙度怎么样 对 对 甚至晚上的时候也是没有在睡觉 也在我们家看茶叶这样子 视察这样子 从民国九十九年 开始到鹿谷来 学习做茶 一直到今年已经是第八年 有这个志愿 它不但自茶学茶 它还在日本做卖茶 帮我们台湾推展我们的台湾茶 对本人来说 它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 非常优秀的学徒 做茶是真的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个工作 因为那个做茶时间 尤其是做乌龙茶的时间比较长一点 而且没有办法睡觉 是茶叶为主 不是人为主 当初因为受乌黑市的决心 河浦山生死不怕辛苦 今年三八年 特別为日本来到台湾黑市 这种不放弃的黑市精神 不但让人欺费 也将台湾在美 晚上到日本做了最好的参团 记者点赞 参放不得